嗨大家好我是小美 今天来做一下半年度的眼影盘点 我算了一下大概有20来盘吧 因为基本上都已经做过详细的测评 所以今天这期会讲的比较快 以我个人在使用感受为主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先从这一盘我已经很确定 会放到年度爱用里的瑞花开始吧 俗库我是买了两盘01和04春夫子 春夫子我觉得我画出来不是很好看 所以就出掉了 瑞花真的是我买了之后这两三个月 怎么看都觉得好看 它画出来的妆感就是氛围感非常强 我今天眼妆也是用它来画的 看不太出来你具体画了什么 但是不管是上街或者自己照镜子看的话 眼妆的氛围感非常足 而且是一种低调的贵气 它的配色我觉得还蛮少见 是一种温柔中带一点清冷感 用它画真的能一眼看出来 四颗虽然没有纯雅光色 但是实用度还是挺高的 详细的画法我也出过 不过它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缺点 就是它持有度会比较弱 但是我来说它不会脱妆到很难看 或者说是暗沉到有点发脏的感觉都没有 就是淡了 我个人的建议就是 如果你不讨厌珠光亮片色的话 这盘真的可以试一试 真的很好看 接下来的是BBIA的四盘 八色盘 我又忘了这个卡通人物叫什么来着 这两盘是我第一次试它家的眼影 试完之后 它的亚光色在我心里试 我是我的韩系第一名 非常棒 软软诺诺显色很均匀 就连深色它晕开之后都是非常均匀的 一点都不色也不掉渣 九号盘真的每个时候就是那种非常非常非常好画的 偏中性的裸色 新手盘真的可以考虑一下它 十号看起来有点准 但是我画起来还好 就是在口控范围内 尤其上下拍也很好看 但是这个会稍微要求一下技巧和手法 如果不是特别熟练的话 新手入门好画的话 那就还是这种配色 因为它俩的印象特别好 然后前阵子满简活动的时候 我又买了四号古物盘和七号的玉泥盘 应该是 但是这两盘用下来我觉得 它没有九号和十号给我感觉那么惊艳 先说一下古物盘吧 八颗全是亚光色 它使用度肯定是会很高的 粉质也是不错的 但是我觉得画起来的问题就是 它基本上这八颗颜色你看都很深 它好像是最深的 其他这几颗颜色的浓度是差不多的 如果想画一个眼妆的话 用两颗或者三颗就足够了 喜欢那种明显一点妆感的话 那它也是OK的 古物盘它应该难免会跟Smoothers做起来比较 放在一起也挺明显的 古物盘它还是比它也深了很多 这盘就很像是把BB&A 那些以前单色里的one part色组在一起了 它可能没太考虑到 就是一盘的颜色里面的颜色逻辑 最后再来说在这个7号盘 配色我是非常给予肯定的 唯一一颗亮片的色 它是带一点胶感的 所以它不会说到处飞的都是 用手指涂化非常补贴 粘的也很老 但是对 又要说 但是它有个问题就是 我觉得它的粉质好像是没有 其他那几盘粉质好 打个比方说就是 它的粉质可能是打一个70分 其他的几盘能打个80 90这个样子的 就有一点差别 还有就是这盘 特别的香 如果介意眼影盘的味道比较大的话 那得想一想了 然后粉质盘的话 难免应该还是会有评论问 它们的区别吧 放在一起看配色的差别 还是蛮明显的 BBIA这盘它是偏灰的 真的很淡 这盘的配色 我画出来是真的有点烟熏感 就比较发灰了 然后尺子这个我画出来 还是能明显看出来是紫色的 是稍微亮一点紫色 这盘就更不用说了 这画出来可能会稍微有点偏粉感的 尺子零四是有点感情不在的 但是客观来讲 这三盘我觉得单从粉质上来说 没有特别好或者特别差的区别 其他的方面可能加位置了 大家自己都考虑吧 爱豆沙这两盘上期刚两过 所以简单讲一下 粉质很好非常OK 既不是显肿的那种金属珠光色 也不是那种很傻的那种亮晶晶的亮片 画出来就是像皮肤一样自然的这种妆感 如果你三号选的合适的话 它确实是可以作为一个出门 随便画了两下就可以用的那种通勤日常盘 02画出来有点稍种 06画出来妆感还不错 比较消肿感觉也挺提神的 但是这两盘的配色 我都确实有一点get不太到 整个系列现在应该出到11了好像 我知道还有一些比较好换 比如大地色系或裸色系那种的 但是我目前来说没有更多的兴趣 想要试其他色号 就先这样吧 还没四色的舒服蕾系列吧 这个是M03 这盘我感觉还不错 它的粉质是没什么问题的 比五色的珠光系列是更细腻一些 它这盘看起来红红种种的对吧 但是画出来我觉得还不错 妆感很好看 尤其上镜拍照之类的 很漂亮 肉眼可见 它不会是一个随时拿起来 能画适合于很多人的一个 非常日常简单的盘 如果想要找一盘 画出来很漂亮的眼影的话 那我觉得它蛮合适的 对技术会稍微有一点点要 像奈尔的这两盘 352是今年买的 308是去年的 先说352吧 它最近的肉质好像又上来了 我看价格比我买的那会儿 好像涨了又差不多100多块钱吧 它热起来的关键词就是摆开水感 显测确实是很淡 你看只有这一颗深色 其他这三颗都是淡淡的粉粉的 或者是淡淡的珠光色 我画它的时候确实是 也是很大的妆感 但是也会带一点发挥的感觉 除非是你只用这两颗 所以我觉得它不是那种 清纯小白花的那种白开水 它骨子里是带着 有一点叛逆的烟熏的那种感觉 这款我觉得它其实是 会更偏一点成熟感的 308新的断货王 都不是说你想不想画高价 买是现在现货都很难等 你专柜都等不到的那种 它确实很好画 这四颗颜色设置非常好 不是像268那样偏暖的淡淡色 其实我觉得它也比较中性的 甚至是有点偏冷一点点的 最深这一颗 我后来拿它拉眼线来用 真的太好用了 我给讲这种深色的雅光色 非常非常能看出来 这盘眼影的粉质水平在哪 我知道它现在很难买 价格还是潮得挺高的 到底它其实就是一个 比较好上手的日常盘 我认可308各方圆都非常优秀 但是实在买不到 或者是价格真的比较离谱的话 我觉得也可以补 Dior的649 这一盘很喜欢 Dior5色的这个系列 它的粉质真的是非常经典 传统的欧美系的那种珠光色 优点就是很细腻 很服帖 显色非常浓郁 缺点就是 如果它画得稍微重一点 是金属感很强的 会显重 但是649这一盘好在哪呢 就是它整体其实是比较偏清淡的 我画它的妆感是可以把它画得非常淡 很清淡日常的 也可以画得稍微浓一点 但是不管浓淡 它都是能看出来 比较明显珠光的那个光泽 所以如果不喜欢那种光泽感的姐妹的话 我觉得就不要考虑这个系列这一盘 中间的这一颗画卧餐特别灵 真的是一整条卧餐蓬起来的那种 很好看 我上半年不是出过一个 五个妆容分享的那一期 里边的第一个妆面 应该就是用了这一盘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个画法 这盘应该不是很热 我觉得它比较相对豪迈一点 还挺推荐的 然后接下来是Bubby Brown的漫导初音 那盘已经处理掉了 就用历史画面来说一下 给我的感受就是真的 非常的不值各方面的拉块 首先它是大几百的定家 但是一个纯纸壳子 而且那纸壳子做的非常没有质感 然后里边的粉质也是大失所望的 就是完全不是我心里 Bubby Brown它应该有的那个水准 除了配色一眨眼 看过去感觉蛮合理的 其他真的一无是出 浅的颜色几乎不显色 然后深的颜色也真的就是稀稀拉拉的 我这一年都其实蛮平和的 很少给一个产品盘彻底四成 但是那一盘在我这里 真的就是又贵又财 然后说一下这两盘吧 是花洛丽娅的新品 也最近刚到 我买的价格是30块钱左右一盘 就真的很平价 然后他们家现在是在外观上 我觉得应该是请人了吧 我觉得我已经很挑了 但是它最近的新品就是 看起来好看 哪个手里质感也不错 05这一盘它给我的配色 你知道有种什么感觉吗 就特别像CTEE那一盘的感觉 它是两个雅光色 两个珠光色 很好画很顺手 画出来我觉得是不红种 妆感是有点鲜的 然后06这盘就是纯雅光色四颗 看起来是不是有点像是紫色盘 但其实它画出来颜色很淡 其实有一点看不太出来 它画出来是什么颜色 这两盘都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的显色偏淡 我是一边画一个 它自己和自己比起来 就是不明显 但是我素材都放在一起看的话 就是这两个前后脚拍了 它明显比这个我觉得淡了 得有一半以上吧 它的粉质不是绵绵软软的 就是你手摸上去 是会觉得有点硬的 然后它持久度也是有点弱的 大概持妆到六七个小时 在看眼皮子上 几乎就剩的很少了 结合一下它的价位的话 其实我觉得 怎么也不能说是采雷了 但是就是短盘比较明显 就是它只能画的比较偏清淡 是配你的两个九色盘 它加这个叫普通眼影系列 这个是粉中盘 这个是冷中盘 粉中盘我觉得就很好画 很顺手 就画出来是 真的能看出来是 粉色淡淡的那种眼妆 蛮好看的 就只要你这颗颜色 不要涂得面积太大 我觉得应该不会成功 不会显肿的 它的粉质摸起来 不是那种硬硬的 就是我觉得还好 你看 十九度我记得应该是持妆 六七个小时 应该还能剩个底色的那种 冷中这一盘 它明显就是在讨好于冷掉肤色 这盘在我眼上 没有粉中的那个妆感好 而且它这里面有一些颜色配置 我觉得它有点太接近了 但是它的粉质确实没啥问题 所以这个就 如果冷掉肤色姐妹比较好奇的话 就最好还是在找一个 冷掉国主的测评做参考 然后知名犬的这个综合盘02号 总体来说我觉得是好画的 而且出来妆感蛮不错的 它摸起来也是那种 比较偏面粉感 是软软糯糯的 但是压盘会有点松 就是说它扫上去之后 会搓出来的粉比较多 但是上到眼皮子上还是挺服贴的 这颗暴闪 还有这个高光色 算是体量色 就粉质都不错 淡红色也是现在比较流行 那种草莓牛奶色 就整体画下来 我觉得是很顺手 很好画的 它也有香味 是不是这种粉籽盘 大家都觉得是那种 小仙女那种感觉 所以都还加点香味 橘柚七色盘的 十七十八 还有去年的十五 它这个系列出到 后面这十几之后 我觉得粉质已经不错了 没有太大的印象 不会说像很早期的 它的眼光色 觉得干色到不好运 十五这盘 是这三盘里 我最喜欢的 它是那种淡淡的灰粉色 而且你看挡住其他的话 这个眼影这丝端 它其实是很稳 很好画的 大地色系 裸色系的 对吧 所以如果你想画一个 纯裸色系的眼妆 OK的 想加一点点粉也是OK的 这盘我觉得是 非常非常好画 非常非常好上手的 那种粉色盘 十七十八 它都是带点香味 十七就是玫瑰盘 它也确实是玫瑰味道了 配色也是偏玫瑰色 它画上的妆感 其实在眼睛上 也能明显看出来 是有点发红的 但是神奇的是 它不难看 甚至就仔细 端想端想 觉得还蛮好看的 所以这款就是属于 你要考虑一下 自己会不会画 或者自己自身的眼睛条件 十八就是更稳妥一点 更适合韵暖皮 这种蜜桃色 好画很多 而且它的腮红色 也挺好看的 你要说更好画的 肯定是十八 但是更特别的 就是十七嘛 如果实在是 太太太羞嘴的话 那就选十五吧 这个肯定没有错 很好画 说完橘子 就顺便说一下 它家那个亲兄弟 焦色吧 焦色今年上半年 买了情人姐的 那个情诗盘 十号色 试完之后 就没什么太大感觉 说实话 你知道我说 它值不值得买 其实我觉得 我不太推荐 画出来没什么特别的 然后它粉质上的 一些缺点 短板 它依旧没有什么改进 真的有点干色 尤其是深色非常明显 当然亮片 一直是 它们家的优向 很绝 但是我是一个 什么感受呢 就可能测评完 试色之后 我之后化妆 可能想不起来 用这一盘 去年下半年 还试了它家四色盘 水墨油染系列的两个 应该是F02和04吧 也是差不多的感受 我觉得 就是它家 雅光色的短板 实在实在是太明显了 我非常喜欢 它家纯布产品 几乎每个系列 都有珍爱色 但是眼部产品 真的反正截止到 目前为止 还没有试到 觉得还不错 我试用是截止到 情试盘为止 后面出的新品 我又没有再试 如果有姐妹试到 她最近出的新品 你觉得还不错的话 可以跟我讲一声 我再去来试一试 菜糖的102 这个其实也是去年 感受就是很不错 很好画很上手 它出来的那个妆感 就真的非常有东方韵味 很有传统美的感觉 画出来好看的 就是又温柔又消肿 在我这就是非常低调日常 可以出门 划了两三那种 也不存在于 嫌肿问题 或者是划脏的问题 但是如果一个深色 涂得非常多 它也是会脏的 本质也没有问题 就是这一盘 其实我觉得它 眉火蛮可惜的 是通勤或日常妆的 一个非常好的选手 爱丽小屋的某一盘 这个其实也是去年 下半年那段时间 我测评完之后 也确实没再想起来用它 但是我承认 这盘是好坏的 粉质也没什么大问题 它配色这么单独看 你还是觉得有点暖 对吧 但是你看 对比它的面包盘 清淡很多 某一盘这盘 其实特别适合冷掉肤色 或者是皮肤比较偏白的姐妹 然后面包盘 就真的很暖皮 有好的傻瓜盘吧算是 我画出来的妆感 就是真的很接近 于我眼皮的那种颜色 就画出来就是 很淡很自然 我觉得不采雷 没什么大问题 但是可能没有 戳到我的心巴上吧 爱丽小屋 它的眼影粉 就是属于 鸭盘鸭的 非常瓷式的类型 就你扫粉的时候 它不会搓出来非常多 雅光色的显色 不是特别浓的类型 它的亮片 珠光色什么的 我觉得是更胜一筹的 然后是这个 看出来是哪个了吗 是可莱欧的11号盘 在我试BDIA9和10之前 我一直觉得可莱欧 它家的这个 亚光色在我心里是 韩系的TOPF 你看它这个配色 其实缺点肉眼可见吧 非常近 就色接几乎没太拉得开 其实浓缩到6色盘就足够了 但是好处就是看的太爽了 就很知愈 画出来妆感也是我喜欢 那种清清淡淡的感觉 虽然它是一个灰紫色盘 对吧 但是它整体配色还是 若眼可见是比较偏暖的 有点暧昧 你可以说它是灰紫色 也可以说它是裸色系的 但是它这盘的这个 珠光色我觉得有点拉 七七啦啦的 也不是很暴闪 也不是很服帖 也不是很细 就哪种都不沾边 显得质感不太好 它这个亮片 这个实色系列 还有一个用得更多的是 08号这个蕾丝盘 应该可以看出来吧 前面那几颗颜色 很深一些 08底下那五颗亮片色 我是都不太喜欢 但是上面那雅光色 把我捏得死死的 是非常非常适合 我敷掉的那种暖性色 不显脏不显肿 还带一点点提亮感 又显得眼皮很干净 那种感觉 我对于这盘真的又爱又恨 就 大家自己看着办吧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定性 这个东西 最后这两盘就无时不说一下吧 菲利菲拉12色里面的03 这个系列我就适了这一盘 但是整体的观感非常不好 虽然它这盘很大很便宜 但是里边那个粉质 还要配色什么的 就廉价感很强 有点像玩具 整体配色就是 很肿的感觉 不管怎么想 它都不太合理 那盘试过之后 那一整个系列 我也没有再试其他的 还有一个就是 Immi的眼影书 应该是眼影书吧 还是 哦眼影包 那个叫眼影包 那盘眼影是没啥问题 就给我的观感 还有它画出来 感觉有点像是 爱丽小屋的面包盘 而且Immi它加粉质 是没什么问题的 假光和珠光度不错 但是也是我测评完之后 后来就才没有想起来用了 然后现在也不知道 塞到哪里去了 而且它的价格 是稍微有点贵的 我觉得如果是 仲藏那个感觉的话 可以试试 爱丽小屋的面包盘 那个价格更实惠一些 好了这些眼影 就全部都聊完了 我刚才算了一下 应该是27、8盘吧 但是因为顺带 还讲了一些 以前跟它同系列的眼影 所以这一期 可能介绍了30多盘眼影 不知道你们看的够不过瘾 应该很过瘾了吧 因为这期我也讲了 是非常非常主观的 一个使用感的分享 具体的详细的测评 大家可以翻新 我以前的那个长测评里面 如果还有什么 我没有提到 大家既然感兴趣的问题的话 可以在弹幕或者留言里 来问我问大家 大家可以一起来讨论一下 好了这就是这期 非常长的一个大分享 如果你觉得还满意的话 帮你点赞收藏 加关注 分享给你的朋友 我是小美 我们下期见